很多人在問我們今年是不是能過好年 當然要看這個疫情怎麼發展 那麼來看到今天的本土案例是13例 比昨天還要少 但問題是 正好 現在讓大家擔心的是又出現了 有感染源不明的案例 而且這次還是小朋友 沒有錯 讓我們擔心的是 第一件事是感染源不明 第二件事是足跡遍布全台 這件事才讓我們真的擔心 因為很多人看到今天13例 本土很多人是鬆了一口氣對不對 其實對我而言 越多力其實反而是越能鬆一口氣 原因很簡單 表示我們框的比較確實 比較可以抓到這個狀況 因為以現在來說 我們台灣過去都經歷過嘛 多力不是重點 重點是漏掉很多力 這才是大問題 所以現在變點是說 陳時中今天講有6個不明的感染源 包含桃園的大南市場 圓山飯店的廚師 郊西的旅館 還有之前有染病的孕婦 還有這個所謂龍潭 56歲的退休男生 還有今天一個桃園 一間幼稚園的姐妹 這個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意外 因為這個幼稚園的姐妹 照理來說 她的足跡不太可能複雜 她的交往可能不太可能會複雜 可是目前看起來說 她的父母這些感染源是找不到的 所以這些事情 到底是父母親傳給她還是怎樣 其實沒有人知道 照理來說 小朋友應該還好吧 還是說其實是 她的同學有家長有確診 這樣橫著傳過來 其實都不知道 甚或者是這個環境上的傳染 比如說這個幼稚園 雖然交往沒有很複雜 可是爸媽可能大家去公園 或等等環境上傳染 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變成是說 六個不明傳染源的話 我們假設就是 只有六個所謂的零號病人的話 那這傳染出路也很快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不太可能只有六個 所以這些事情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擔心 就是說在這些 那麼多人沒有被抓到的情況下 全台爬爬走 我們會很麻煩 可是問題是 我們光是看到現在確診案例 它的足跡其實就已經 整個台灣幾乎都跑遍了 像之前講的嘛 高雄這個港口 你說很嚴重 很嚴重是一回事 可是裡面他要跑去台南喝喜酒 那他要跑去台南喝喜酒 很多 我們過去以前的舊病毒來說的話 很少吃飯確診的 可是這次光一個吸體 就多少人確診 再去台南喝喜酒 到底會不會傳出去 雖然目前看起來還好 可是有沒有可能這個人是無症狀 然後沒有被狂逆到等等的 我們很擔心 然後呢像剛剛談的 今天有新增一個龍潭 56歲退休男生嘛 他這個56歲就退休 看起來經濟狀況不錯 所以被他發現 他竟然跑去新竹唱歌 那新竹人就很擔心啊 然後呢 今天有一個郊西 我說郊西某飯店的員工嘛 不是有四位還五位確診嗎 結果呢現在查出來 他有其中一位員工 有跑去花蓮玩 哇那就是整個東台灣的部分喔 他去花蓮玩 目前看起來足跡有私木魚店啊 有銀樓 有7月有日藥鋪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點心等等的 他就很像我們一般人 去花蓮玩的足跡啊 大概除了銀樓之外 可是無論如何呢 他還是在那邊走來走去 所以花蓮現在有沒有拉警報 真的有拉警報 開始去做疫調了嘛對不對 然後呢 台南啊其實一直守得很好 守得很好 可是終於啊 破功了 因為呢有一位70多歲的女生 他的暗號是17522 他的照顧返台回家的孫女 然後呢破功了 所以說現在黃偉哲也是皮繃很緊嘛 所以呢現在其實台灣 整個本島我坦白講 我坦白講 整個本島沒有一個現實是真的 你敢保證 完全沒有確診者來的 所以林醫師 其實剛才正好有提到說 現在公布了好多好多的足跡 密密麻麻 根本到處都是 還是自己先做好你的防疫工作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擔心的是 病毒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敵人在哪裡 我們看不到 所以您會不會擔心說 欸如果有一天 我們真的找到了 所謂不明感染源的源頭 但是他已經在社區裡面擴散了呢 呃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已經開始發現有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現在針對一些不明感染源 會去定序 然後發現說 我記得有某一個例子就說 現在高雄港是說是BA2嘛 就是菲律賓的那一株 傳說是Omicron的妹妹 對 兩邊不太一樣了 然後就說可能還是同一個傳染鏈 算是變種病毒的一種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你假如現在我們 比方說從機場出來的 這所有銀行員 然後這些 然後桃園的這些 全部都是同一株 其實都不奇怪 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5月啊 去年5月從諾富特 還有這個事件 都是同一株 然後後來他忽然在社區就爆發了 然後羅一鈞後來在跟我們說 他在羅東爆發 他在茶店爆發 然後獅子惠 全部都是同一株啊 你驗出來都是定序都是一樣的 可是那也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反正就是這株散出去散出去 那可是 我們在這中間已經找不到傳染鏈 所以找不到來源跟定序是兩回事 定序即使是同一株 我們現在在疫調中間有很多像是 這兩天大家比較擔心的案例 像是羅東那邊 郊西那邊的 像是 雲山飯店的 雖然已經有一個小小群聚 可是我們還是還沒找到來源 還是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那我覺得有可能就是 中間傳染鏈已經不是疫調 可以疫調到的 因為如同鄭浩剛講的 這個病中間是有人可以沒有症狀 然後也可以是從環境 或是氣溶膠傳染的 你有可能根本從傳統的疫調 根本已經找不出來源了 那所以我自己是要想跟大家講的 就是不能掉以輕心 就要不要掉以輕心 然後有可能他是會 像很多別的國家一樣 你不小心 這個就是指數型上升的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要面臨 要過年了嘛 然後那麼多人要出門 然後跟家鄉的人團聚 人來人往之間 很有可能會再燒起來一波的 大家真的不能太掉以輕心 其實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而且是因為這個病毒一直在變種 像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 被稱為是Omicron的妹妹 這個亞變種 他是這樣講 這個特殊的這個病毒株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說 當我們知道有群聚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篩檢篩檢篩檢 但問題是這個病毒 可能是連PCR都篩不出來的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其實不是新聞 是大概在Omicron 剛剛出來的時候 大概十二月 十一月底 那歐美就有新聞報說 Omicron有一個隱形的變種株 隱形的 英文是用隱形的 大家說這個妹妹這個 BA2 原始叫BA1 妹妹就是其實它S基因上 跟我們原本的Delta 長得差不多 它沒有多突變 所以因此 它第三段那個S基因還是陽性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只用PCR來很快的把它抓出來 那只好靠定序 所以這個有一點就被說是隱形 可是其實只是這種意思而已 那我們需要擔心嗎 如果說它其實跟Delta有點像 Delta是蠻可怕的 我們需要擔心嗎 它的多半所有的突變 那個其實還是跟它的哥哥長得差不多 那它為什麼會最近又被關注 是因為丹麥 在丹麥 印度 菲律賓 這幾個國家似乎這個BA2比較多 妹妹比較多 那看這張圖 大家可以看到特別是丹麥 因為丹麥是一個變 他們監測變種病毒 監測的非常勤勞的地方 這個橘色的線就是哥哥 哥哥很快的增長上來 然後白色的是妹妹 沒想到這個妹妹後發現制 在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還是這個Omicron最多 它等於是後來居上的嗎 是在這個2022年的12月1號 他們估計它在今年底 它就會追上來了 它已經超過50%了 在丹麥看到了這個現象 就是Delta當然已經不見了 藍色的那條線 可是在那個丹麥 它就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把哥哥取代掉了 所以因此才會讓英國 或是WHO開始注意到 這一株有沒有可能 它比哥哥還厲害 所以慧珍其實說到了疫情 我們現在是在打一場很特別的戰 我們看不見我們的敵人 或許我們可以預測它 但是還是看不到 但是現在在中國大陸 他們就是要這個嚴格的要清零 也因此衍生出了許多的亂象 而且非常誇張 我們現在還在追蹤人跟人之間的傳染 就人家中國現在都已經替蒜苗 然後替龍眼開始在驗出 他們的確診案例 這畫面非常有趣 他們就講到說河南省的一個地方 而且他是說領導來了 領導不怕確診 領導特別來幫我們在那邊 來驗我們的蒜苗進行PCR檢測 就說人家講說你是開玩笑 沒有想到他不是開玩笑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非常誇張 就他們只講說沒有辦法 因為一直傳出類似的案例 賣方因為買方需求 反而說這個蒜苗到底會不會有確診 因此就逼得沒有辦法 只好又出示我的這個蒜苗 是沒有確診的 可能在市場上才賣得出去 然後這種畫面越來越多 很多人都講到說這個蒜苗何其無辜 我跟你講其實不只蒜苗 現在包括連進口水果 火龍果啦龍眼啦 一大堆啊 全部你想得出來的 全部都在進行核酸檢測 那這一批那個龍眼是在寧夏 它是什麼 他說呢 原來在12月24號的時候 寧夏銀川市對於進口的水果行 進行核酸檢測 結果就在一批貨裡面發現了確診案例 從此之後所有相關全部進行核酸檢測 而且呢市場也瘋了 人也開始進行核酸檢測 然後你想說哎呀那個會不會也太誇張 另外就浙江火龍火這邊 一樣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而且這狀況也還蠻誇張的 就是說原來有一批貨 是從越南還其他地方運過去的 結果呢在隔兩天之後就說哎呀 那個地方運過來的話 那批貨之前傳說有確診 這一批貨就不能賣 結果那個販賣的人就心想說 韓國都已經進了這批貨 你不讓我賣 那我不是就很麻煩嗎 他就偷偷賣 結果沒想到偷偷賣被發現之後 竟然是以那種種罪來追溯他 然後呢就該區 還有包括河北 也有櫻桃傳出確診的案例 櫻桃也確診 他們現在的說法是 你只要是跟冷鏈有相關性的 全部都有可能會確診 所以搞得現在大家都非常慌 就非常害怕 所有你只要經過冷鏈在運輸的 幾乎都要進行核酸檢測 然後呢水果行也是 而且他們現在就有人就出來講 他說我跟你講 你說人員進出嚴格管理 那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現在所有的貨品 全部都嚴格管理 他說你至少要有五個東西 相關證明 你才有辦法進出 你要有檢測證明 檢疫證明 報關單 核酸檢測單 還要有監管商店的一個相關證明 他們說現在你只要哪個地方 檢測出來之後 你變成你上游 中游 下游 全部水果行 全部都要進行關閉 所以這對於 當地的廠商業者來講 是個很麻煩一件事情 聽到之後 你已經覺得非常荒謬對不對 沒有 還沒 還有 包括還有 包括什麼呢 他們竟然 針對於他們的北京麵館的桌椅 連桌子椅子 都要進行核酸檢測 桌椅要核酸檢測 而且還要去抹一下 我心裡想說 那你這麼大的一個椅子 你不知道抹哪一邊 為什麼不能用酒精消毒就好了 對啊 你就覺得不可 就不知道這怎麼回事 可能核酸檢測市值太多吧 反正那個 你可以想像得到 全部都進行核酸檢測 然後再來 北京的市場 他們的那個 襯肉的那個電子襯 跟那個肉品 也要進行核酸檢測 然後你想說 這個真的假的 非常誇張 再來就是 山溪的高鐵 這個柵欄 也在進行核酸檢測 然後包裹 你看柵欄 也要進行核酸 就是 你就噴過去 你就掃 就是那個消毒就好 不知道為什麼要花這種功夫 再來就是 連包裝的檢測 所有的一個包裝品 也要進行核酸檢測 那你在這裡 你覺得非常誇張對不對 沒有 還有 活雞 活雞 進行核酸檢測 活魚 我個人覺得 那個魚 核酸檢測那個畫面 這讓我看 我都有點 雞難道也要刷鼻孔嗎 對 你看魚 他刷他嘴巴 也要進行核酸檢測 我想想說 奇怪 魚不是靠那個塞嗎 他這個 他也沒有廢啊 不是你到底要去檢測它哪裡 反正非常誇張 所以他們就說 類似在中國 現在已經變成 就聞那個病毒射變 任何不管是活的死的 你看得到的 都要進行核酸檢測 那現在類似的情況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北京 現在也有相關的疫情 而且現在北京 非常的雷厲風行 到了什麼地步呢 他說現在 只要你曾經去到 那個一些藥局啊 買過任何藥品的 全部都要出來 進行相關的檢測 為什麼 他說你一定是有發燒 一定有奇怪的情況 你才要去藥局 偷買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能會有確診 那我買眼藥水可以嗎 不行 眼藥水也不可以 他就非常誇張 為什麼眼藥水 不是因為眼藥水 也是具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一樣是不息 所以我想說 現在在那個北京那邊 見到路人就篩檢 然後呢 你只要去買藥 你可能只是買一個牙痛藥 連牙痛藥你也要進行篩檢 所以可以就是說 真的是只有篩錯 沒有放過這樣類似的情況 然後呢 他們已經到達了什麼地步呢 快遞要消毒 中國的草地要消毒 還有甚至連陝西的一個 銅雕的一個牛 都要進行消毒